人類是鯊魚演化來的基因解密 早在1878年 德國解剖學者格根鮑爾 曾提出人類四肢與魚塞的關聯性 但被稱為無稽之痰 而今138年過後 研究者發現它的理論有所根據 劍橋大學科學家發現 人類四肢與鯊魚 搖魚、烘魚的塞 可能有演化上的關聯 這些軟骨魚缸的魚類 擁有如同人類手指般 純放射狀散開的腮條 人體內有種稱作 鷹胃因子的基因 這種基因決定手指的生長方向 也使之完整成長 鷹胃因子的命名由來 是因為研究者的女兒 是卡通藍色因素小子的粉絲 該基因亦透過同樣的成長機制 決定搖魚胚胎中的腮條如何成形 若在早期抑制該基因發展 腮條會長錯方向 若抑制後期 腮條就會長到對的一邊 但數量較少 這項研究是否意味著 人類是從魚類演化而來的呢 雖然兩者有類似生長機制 但目前人無化石證據支持這項理論 也許再過一百多年格甘鮑爾的理論 才能真正被認可吧